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自民党高层换血日媒报道 立场清北京的干事长二阶俊博将被撤换 中共整肃中国娱乐圈 业界人士借中共威吓手段 与太子党渗透现象 科夫尔机场已不受控 美航空总署将阿富汗空域列为禁飞区 德国选前民调近六成支持 对中共更强硬 新闻开始来看到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20年战争正式结束 美国五角大厦周一下午宣布 美东时间30号下午3点29分 最后一架西腰拐运输机 从科布尔机场起飞离开 美军还在推特上发布一张 第82空降师指挥官克里斯多纳修少将 登机离开科布尔的照片 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军战士 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提前结束 美东时间8月30日 在美军控制的卡布尔机场附近社区 遭火箭弹袭击后不久 美国宣布最后一架军机离开了阿富汗 白宫发言人普撒基 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仍有小部分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 但没有提供具体数字 福特斯新闻报导指 有国务院资深官员透露 还没有撤出阿富汗的美国公民 不超过250人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在塔利班进入卡布尔的过程中 美国军方曾与塔利班会晤 当时塔利班提供了两个选项 要么美军负责卡布尔的安全 要么就由塔利班来接管 不过美国拒绝接管卡布尔 前阿富汗政府石油矿产部长 纳吉斯内汉在那的时候决定 离开自己的国家 埃里奥特·阿托曼 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中央情报局服务 先后五次前往阿富汗执行任务 截至8月27号前的10天 他和他的伙伴们自发组织 帮助200多人撤离了塔布尔机场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美军司令麦肯锡表示 美军最后一架西腰拐运输机 已经在当地凌晨飞离阿富汗 象征着美国结束了在阿富汗 长达20年的军事战争 对于美国的撤军塔利班向空中 名枪示威庆祝 由于在美军全数撤离后阿富汗空域已经不再安全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 除了有获得授权的美国民航机以外 其余民用机全部禁止进入阿富汗上空 在美国结束阿富汗撤离行动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演说 他表示美国已经终止在阿富汗的外交存在 但他表示会继续帮助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离开 撤离行动没有期限 阿富汗 在这场演说之前 布林肯还与G7国家北约代表进行线上会议 布林肯表示会议讨论各国要如何共同努力 帮助民众安全离开阿富汗 包括尽快重启克布尔民用机场 以达成少量的每日包机 这对于任何想要离开阿富汗的人来说都是关键 美军完成撤离阿富汗后 国际焦点继续转回印太区域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周二在台湾凯达格兰论坛亚太安全对话发表开幕演说 抨击中共喉舌可耻地宣传阿富汗 以质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他强调美国从川普到拜登政府都重视台湾 喊话盟友支持台湾 因为如果台湾输了美国也输了 太平洋失去安全与保障 美国不能向共产主义中国交出命运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U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oth are going to make certain that at every moment possible that we highlight the goodness, the intelligence, the added value that Taiwan has in the area because if we lose Taiwan, and I cannot reiterate this enough If we lose Taiwan, the US loses Taiwan, the world loses an opportunity to have safety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I saw the disgraceful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the Global Times editorial that casts doubt on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because of Afghanistan Shame on them, shame on them for using the lives of brave men and women as propaganda I am here to assure you that they are wrong I am here to assure you of my belief in the firm US commitment to Taiwan's defense Remember, this is also about our security, the fate of our nation Your life, your business Without Taiwan, we lose the Pacific We are, after all, a Pacific nation and cannot afford to cede our fate to Communist China If Taiwan is lost, we lose too 克拉福特說,美日英澳四方重組全球供應鏈Quad Plus 4加1就是台灣 他也期望讓台灣參與和日本海上演習 他說擔任助聯合國大使任內 每天都要面對自由的敵人 處理本質以腐敗的制度 他任職的川普政府努力阻止聯合國系統性的歧視民主台灣 15個聯合國機構中有4個由中共領導 這非常非常令人不安 他讚許台灣非常忙碌地幫助世界了解病毒如何傳播 中共卻利用喉舌散布惡意謊言以掩蓋真相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週二在2021亞太安全對話致詞 在多國政要學者前宣示 台灣可以成為促進區域和平繁榮發展的中間力量 願意承擔確保區域穩定的責任 努力與鄰國合作防止台海東海以及南海爆發 大軍事衝突 台灣繼續努力 為一個國際社群的解決 外交部與願景基金會31日舉辦線上 凱達格蘭論壇2021亞太安全對話 總統蔡英文預錄影片致詞 談印太區域的興起 遭遇的挑戰 似乎不點名地指向中共 16位多國政要及學者與台灣對話 例如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日本前自衛隊統合幕僚長海將和海克郡 美國前國防部印太助理部長薛瑞福 韓國前副總理印度前上將海軍司令朗巴 1996年台海危機的美國航母戰鬥群指揮官 退役海軍次星上將埃莉斯 蔡英文說 台灣可以為遭遇難題的世界提供解方 有優越的條件 是民主革新及生物科技 再生能源及半導體產業等領域不可或缺的伙伴 台灣也願意承擔區域穩定的責任 與鄰國合作防止台海 東海 南海爆發軍事衝突 跟國合作的一種改善 與國合作的一種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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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在努力的工作 與國合作的一種改善 為了強烈的地方 為了強烈的地方 我們是有所謂的 我們是不斷的 我們是不斷的 負責任 蔡英文说台湾在高精密制造 人工智能 5G应用 再生能源 生技等领域的创新 能帮助建立 能够抗拒干扰的全球韧性供应链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尤其半导体领先优势 是全球安全供应链重要的一环 能保护关键科技 免遭滥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汉光演习将在9月13号到17号进行 其中一大亮点是三型主力战机 不过今天早上一架F-16型机 在模拟加东站被道起降预演 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 国防部今天早上正式回应 6点32分 在平北的北华行道落地 落地之后 滑出了跑道的末端 飞行员在飞机滑出跑道的时候 紧急关车脱离 飞机受到轻微的损害 人员目前情况正常 那至于战机为何会滑出跑道 这个事故的原因 还由失事调查的小组进行调查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架F-16战机在降落的时候 疑似杀不住 抛出一个减速伞 最后倒在草地上 还好无人伤亡 而当时紧跟在后的幻象 2000战机健壮 则是紧急爬升 避开危险 国防部表示 原则上汉光演习会照常进行 至于这起事故 是否和天气有关 国防部说 当时天气符合降落标准 另外国防部也宣布 因应疫情 这次的万安44号演习 将不实施 人车管制 中国大陆利讯金蜜 今年拿下新款Apple Watch的 组装四成订单 但市场传出 代工的苹果手表产品 并未通过苹果验证 可说让市场大为震惊 陆器利讯金蜜 31号股价持续重跌5% 过去一年市值已经下跌近40% 红色供应链传出重大风波 陆媒报道称 利讯金蜜代工苹果手表 不合格遭到退货 更传出利讯江苏 加善工厂大量裁员 今晚官方出面驳斥市场说法 强调并非事实 但止不住投资忧虑 30号利讯金蜜大跌6% 市值蒸发160亿人民币 31号跌势依旧难止 就连大陆网友都质疑 利讯一年来暴跌近40% 难道真的玩不动了 我们其实看到利讯 这几年这个发展 我觉得Apple 它其实是在刻意的 福祉利讯来跟 这个鸿海来做一个对抗 原则上这次传出这个消息 确实我觉得短线上 对利讯来讲 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 媒体报道 早在今年7月下旬 业绩就传出 利讯Apple Watch S7 没通过苹果验证 主要是因为新手表边框 以及偶类机构件设计有误 苹果目前重新设计该产品 但没有罚款和退货问题 不过可能导致Apple Watch S7 初期上市产量不足 甚至延后开卖 当然短期的部分 假如苹果希望如期的来做一个上市的话 那它确实它会增加台厂的订单的部分 今年其实我们都普遍遇到是长短料的问题 所以到底会不会有实质的转单 我觉得是可以预期 但是转单的量跟时间的长短的话 这个真的就要去后续的观察 利讯目前是Apple Watch S7最大组装厂 订单就占了四成以上 是否转由第二第三组装厂 鸿海仁宝吃下 还得观察 专家指出 苹果今年明显有意扶持中国大陆在地供应链 中长期订单 陆期代工比重 可能还是会持续增加 新台湾的电视 陈慧莫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发布今年第二次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虽然台湾5月发生疫情 但并没有影响投资排名 台湾投资环境风险评估仍维持全球第四 仅次瑞士、挪威、南韩 台经院31日公布 7月制造业景气信号 因Delta病毒破散 影响部分国家复苏脚步 整体制造业景气信号值 由6月修正后的17.68分 减少1.16分至16.52分 灯号续为代表扬升的黄红灯 全球掀起半导体投资潮 日经新闻报道 主要十大厂2021年度设备投资额将年增三成 台积电、英特、三星站整体比重将达7成 华为受到美国制裁 手机全球实战率调出前五名 根据调查公司拆解华为三月新款MAT401 发现上头已没有美国制造的5G晶片 7月份发表的P50系列手机则仅有4G 没有5G款式 显示华为5G晶片已耗尽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今天又有自购AZ疫苗将抵台吗 另外七国出现有史以来变异程度最大的病毒 疫苗难应应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互相셔关节matic 质物上配在日本允计株业的计则 Bas writes 举程过小前派以世界放射 此袋锋food护质物是重要的 化石化arı Themen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又有疫苗要来了吗 根据平面媒体的消息 今天将有59.5万剂AZ疫苗抵台 昨天立委王定宇在脸书上 PO了一张写着期待中的图 另一方面名嘴王瑞德 则直接在脸书上说 今天将会有疫苗来台 并且不是BNT 对于这批疫苗的传闻 指挥中心表示 会在下午的记者会进行说明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建议政府续购明年度BNT疫苗 新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回应 政府已订购次世代的莫德纳 被媒体解读是给郭台铭碰软钉子 苏贞昌今天受访时说 他非常感谢郭台铭的热心协助 外界不需要扭曲 对于疫苗购买超前部署 我们非常感谢民间各企业都帮忙监睁 郭总市长的热心 我都表示诚恳的感谢 各家媒体都有正面的解读 不必扭曲 苏贞昌上午视察台北港货物通关 对于不孝业者走私肉品 要求海关严格把关查记 而有在野民代质疑政府 只查越南的商家 苏贞昌说只要是走私都不会放过 相关通路也会把关 不会只查来自越南的猪肉制品 全球确诊超过2亿1000万人 超过450万人死亡 科学家近日警告 南非出现的COVID-19变种病毒C.1.2 是目前变异程度最大的变异株 可能更具有传染性 病史现有的疫苗无法起到效果 专家指出病毒的发展趋势 并没有走向流感化毒性减弱 相反的致病性增强 这种被称作C.1.2的变种病毒 今年5月首次在南非发现 目前已在中国、英国、纽西兰、瑞士、 葡萄牙、摩里西斯和钢果七个国家被发现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C.1.2 这种COVID-19变异株 是由1月发现的C.1演化而成 但突变率却是所有高关注变异株 突变率的两倍 科学家们还发现 C.1.2看起来像是个病毒极大成者 不仅具有Alpha、Delta等多种病毒株的特点 而且可能更具传染力 使现有的疫苗难以应对 专家指出 病毒并未流感化变弱 致病性反而增强 截至8月25日 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四种高关注变异株 及Alpha、Beta、Gamma和Delta株 还有四种虚流液变异株 都是可能造成全球疫情加重的风险 科学家持续监测中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 再看到 宇宙男双奥运金牌林洋配 最后一球鹰眼判定台湾应 成为冬奥经典画面 土地银行也通过冬奥授权 结合鹰眼冬奥标志 以及林洋两人的赛场照 推出纪念认同卡 林洋两人双手拿着新出认同卡 上面有经典台湾应鹰眼图案 还有2020东京奥运标志 台湾人印象深刻的东奥经典画面 终于在取得授权后 复刻到信用卡上 我觉得我那张灰拍那个还蛮帅的 因为最近都是我们可能 打比赛的照片 那那张就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那张还蛮帅的 我比较喜欢那一张 我觉得就比较像我们两个很自然 就是呐喊在比赛中那个画面 我觉得真的是蛮符合我们 林洋摘金满月 土银宣布推出两种林洋羽球认同卡 包括热血版和呐喊版 董事长谢珍珍表示 卡片从授权到产出十分不易 期许在半年内发卡五万张 带动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运动风气 让这个我们台湾培养多更多的一个林洋 所以呢我们在刷卡的金额提炼 百分之0.25 作为我们台湾羽球的运动金会的一个补助 不止林洋 冬奥落幕半个月后 陆续有冬奥英雄制成纪念信用卡 阿玛王子李志凯拿下银牌 华南银行限量发行一万张 李志凯挨网购生活卡完美落地版 卡片设计也采用银色的主视觉 放上冬奥体操图示 纪念台湾奥运体操 首面奖牌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导 赵薇遭中共全面封杀 中国圈内人士谈背后原因 另外中共在打击网游业 中国为成年人平日静玩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 分享给全世界 是号风存在的价值 号风生计 在国家生计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 与新药开发 牛章之分析认证 各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号风生计 号风生计 中共打击娱乐圈 影视明星赵薇遭到全网封杀 大批艺人忙着与他切割 似乎事态严重 一名在中国大陆演艺圈 待了多年的人士 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 批误了一些背后的内幕 请看报道 中共近期众手整治 演艺圈 一大串明星被整肃 其中赵薇 8月26号传出被当局 列入列级艺人名单 遭到全网封杀 不仅许多作品 从影音平台下架 微博的超话被关闭 连名字也被从 主创人员列表中删除 而赵薇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资深女星袁立 当天爆料说 赵薇已经失联 娱乐圈则人人自为 凡事认识赵薇的艺人 都在删除与赵薇 有关的微博铁文 以求自保 网上一度盛传 赵薇出逃到法国 不过8月29号 她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上发文 说最好的季节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 就像自己从未长大过真好 并附上了几张警务罩 看起来似乎还在中国 但这则贴文 目前已被删除 与赵薇同时被整肃的 还有一串其他艺人 如林心如工作室被注销 郑爽英偷逃税 被追缴加罚款近3亿人民币 霍尊英女友曝光她的不当言论 微博超话被关 此前还有吴亦凡和前锋 被指控涉及性侵 8月27号 中共网信办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 犯圈断向这里的通知 党媒人民日报也发评论说 一旦碰触法律和道德红线 演绎之路就走到了终点线 警告意味浓厚 大陆电影制作人 石宇哥表示 中共打击娱乐圈 并不像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因为大多数明星背后 都有中共政界 双界大佬 甚至顶级太子党在支持 所以这一次我看他表面上 打的这些明星 我觉得第一 这些明星实际上是连着他背后的 那股势力一起打 我们都不清楚 就是每一个明星 他背后到底都有谁在支撑 有谁在参与 中共近期对各种群体展开了 系列整肃行动 从科技巨头 金融证券 到教辅行业 再到演艺圈 石宇哥说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荧光目名人 石宇哥认为 中共打击这些明星 是要制造一种恐怖氛围 他就是要告诉你们 不管你多红 不管你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但只要我愿意我捏死你 就随随便便的事 而且我可以让你就人间蒸发 哪怕谁都还记得你的名字 但没有人敢提你 就这就是一种 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体现 石宇哥认为 中共打击这些明星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想共产他们的钱 那么现在来说 他非常急着用钱的时候 把土豪分田地嘛 所以他这次对这些非常有钱 同时又有其他影响的 这个人群动手的话 我觉得也是当权者的一个 一石二鸟的一个想法吧 新唐人电视 长春送风周天采访报道 在中国大陆新学年开学的前夕 中共官方宣布小学一二年级将不再进行考试 同时还明定 网游企业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 每晚八点到九点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小时的服务 平日一律尽打 腾讯港股三十号收跌百分之零点一三 在大陆中小学九月一号开始的前夕 中共教育部出台了一项重磅的新规 取消了小学一二年级的所有考试 他目的上是像减轻家庭 抚养孩子在教育这方面的这种成本 因为他现在不是鼓励要生三胎吗 就人口危机这个的确呢 中共现在他是比较急迫 他这个可能是他一部分原因 除了生育方面的考虑 唐靖远认为中共更根本的目的是 为意识形态上的灌输腾出空间 他这边你看他图态的一些政策 来对中小学生减负 但是另外一边呢 通过这个教育部是正式的把 这个习近平思想读本 作为这个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一加一减的这种方式 其实是想要加大红色意识形态 在小学生这块的比重 他这边把它给解放出来 给他减负了 那边肯定是会要乘虚而入 我们看到就在30号同一天 中共官方还出台了一项 号称史上最严的网游新规 规定未成年人每周最多只能玩 三个小时的网游 国家新闻出版署 这项新规具体说 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 八点到九点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小时的服务 法定节假日也可以提供一个小时的服务 这项规定已发布 游戏企业的股价不出意外的直线下跌 看来减负带来的更多客余时间 是不能用在玩游戏上了 同时娱乐圈最近也是风声鹤唳 女性赵薇被全网封杀的消息沸沸扬扬 曾经的全民偶像似乎在一个一个的进入到了当局的劣迹艺人名单 无论网游也好 娱乐圈也好 都是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行业 中共在这些行业的一系列动作 很难让人相信背后没有一个主导思想在起作用 卫生向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太电视五件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021第九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 致力于弘扬传统古典舞艺术 全球参赛选手于9月2日至9月5日 汇聚纽约Sugar Law表演艺术中心 切磋记忆一展才华 9月5日决赛当天 新唐人中英文电视及网络全程直播 负赛和决赛每场售票30元